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464集 当年的武林 文言 展昭哭笑不得 也真难为了公孙这一把老胳膊老腿还要学功夫 小梁子呢 展昭放下床帘子换衣服 凑到白玉堂跟前 看他在看什么 小梁子大早上被九九家去练功了 其实九九才最忙哦 白天要叫小梁子 晚上要叫爹爹 换好衣服 展昭下床梳洗了一下 清水泼面之后立刻精神百倍 陆雪儿就招呼他到桌边来吃早饭 白玉堂看完书信也下了床 将信给展昭 坐下给他盛豆浆 陆雪儿亲手给展昭做了一个和小四子正吃的那个一模一样的烧饼 展昭拿到手里 见里边料好丰富 咬了一口立刻满足状态 陆灵儿捂着嘴笑的 展昭边吃 边看完了信 有些不解的看白玉堂 白盗准备和黑盗对决 然我想请你出面带领白盗 嗯 他们两家什么时候结下的梁子呀 我是不是离开江湖太久了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可不是吗 信是白盗的人写的 只说这些年黑盗不断扩充实力 抢夺弟子 还将江湖搅得一团糟 另外到处放谣言诋毁民门政派 比武的时候使阴招 以及暗杀了几个白盗的掌门 有这种事吗 说实话 只是白盗一面之词而已 招二你和玉堂两个 都基本不过问江湖事 我和你娘也都退出几十年了 天尊和你外公 就更不理事事了 谁都不知道 究竟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我派人打听了一下 最近形势的确是有些微妙 黑道蠢蠢欲动的样子 还出了几个蛮不错的年轻人 展昭想了想 看白玉堂 那你怎么打算呢 这是个套 等着我往里钻呢 不觉得吗 先是放谣言出来 说你和天尊还有应血宫 偷黑道的运气什么的 如今黑道上门挑战 你若是不应战吧 人家说你心虚怕了 等于是承认了谣言属实 可若是迎战吧 总觉得被摆上了台 要代表整个白道的利益 这白道究竟是个怎么情况 也不清楚 你又不习惯公问江湖事 说白了 打赢了你就得当盟主 打不赢连天尊的人也一起丢 总觉得是一个 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对呀 是啊 所以天尊想了个法子 天尊呢 是想天山派先管这件事 实在不行了再找玉堂 或者他老人家帮忙吧 真聪明 说着 陆雪儿又递了个烧饼过去 展昭张大了嘴 看了看手里那个还剩下一半呢 不要了呀 伯母 这个都吃不完了 一旁小四子捧着半个烧饼也点头 是啊 好撑啊 这点都吃不完啊 那玉堂还说你是饭桶 展昭眯着眼睛转过脸看白玉堂 白玉堂无语 看他娘 分明说的是吃货 吃货和饭桶有区别吗 吃货是很挑剔的好吧 白玉堂将信收了起来 让天山派出马吧 天山派那帮徒子徒孙行不行啊 展昭回想了一下之前那案子 貌似还窝里斗呢 之前的确乱了一阵 不过死了几个之后好很多了 陆峰老好人江湖经验丰富 应该可以摆得平 另外姚子凌回来了 战斗力有提升 白玉堂话没说完 就见本来正肯炳的展昭 突然停了看着他 姚子凌 你还记得 嗯 记得 那个金刀子役的匈奴王族姚子凌嘛 他功夫还不错的 手下又多 应该能有用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 继继续吃早饭 陆雪儿和陆灵儿对视了一眼 哦哟 赵赵好像有些在意姚子凌 淡淡的醋味哦 等吃了早饭 陆雪儿拽着要和展昭玩的陆灵儿回屋去了 展昭就准备跟白玉堂上街 到那个高升客栈附近转转 还有暗访一下那个槐树胡同 展昭本来想叫庞玉和包炎一起去的 不过两人和一众影卫上集市搬书去了 公孙腰闪了不能动 赵博和小四子要看着他 天尊和阴侯又因为街上江湖人太多 怕惹麻烦所以拒绝出门 于是最后只有展昭和白玉堂一起上街逛 连小五也被小四子留下作伴了 倒是也清静 两人一路走 一路闹着玩 没心没肺的样子 可能之前在一起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 两人反而很放松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嘛 不过一路往永州府走 展昭回头看了两次 怎么了 嗯 我想到是不是错觉 有人跟踪 没理由啊 没感觉到内力和气息 难道是你外公或者我师父开玩笑 好像也不是 没什么熟悉的感觉 可能我想多了吧 白玉堂点了点头和展昭继续走 也下意识地往后看了一眼 摸了摸下巴 应该不会吧 两人身后好远处的草丛里 陆天涵和陆灵儿这对妇女正躲在一棵矮树之后 好险啊 离这么远都差点被发现 嗯 展昭还蛮敏锐的嘛 果然是鹰猴老鬼家的人 两人继续跟踪 应血宫里 鹰猴打了个哈欠 伸着懒腰 靠在一张长榻上 看着对面的石桌上 公孙趴在那里 小四子正给他按摩腰 哎哟 哎 爹爹 你要不别练了吧 公孙疼得直叫我 小四子无奈地给他揉着腰背 一旁照顾也点头 觉得再这么下去 有风险 万一舒呆腰伤了 那可不得了 就是抽些了而已 哎哟 哎哟 小四子无奈地给他继续按 说话间 鹿雪儿走了进来 披着个披风 似乎是刚从外头回来 有什么困扰的样子 白瞎在一旁安慰 哎 你想多了 可能先去办点别的事情吧 也不交代一声 怎么了丫头 天尊端着一杯茶正吹呢 见鹿雪儿的样子有些好奇 哦 是我岳父大人的船停在码头了 不过人没在也没来应雪宫 他之前交代是明天才能到 可码头的工人说船昨晚上就到了 还看到老爷子下船了 可是这会儿不知道人去哪了 哦 你还怕你爹丢了不成啊 放宽心吧 这江湖上谁动得了你爹啊 对呀 白夫人的爹 也就是白玉堂的外公 是不是极北冰原岛的陆天寒老前辈啊 嗯 他当年武林没排名吗 二尊四圣十大高手里头没他呀 可是他又名气好大 他功夫好着呢 其实当年并非是二尊四圣十高手这么排的 那是怎么排的 那妖尊魔风 二森二节 三颠四圣 五病六经 七绝八怪 九门十高手 不过当年能活到现在的人不多 而且还有一部分不涉及中原武林 属于塞外 现在很多人都不清楚当年武林的样子了 那陆老前辈属于哪一节 是属于二邪里头的一邪 另外一邪呢 就是你们之前去对付轩元杰那会儿 见识的那个邪魔内力的创始者 陆前辈是练邪功的 是啊 陆雪儿在一旁坐了 跟众人唠嗑 分散下注意力 他脾气怪 然后功夫也怪 江湖上没人能模仿 妖是指银妖王 尊是天尊 魔是阴侯 那 风是哪一个 赵普觉得有必要普及一下江湖知识 众人也都好奇点头 能排在第一列队里 那岂不是很牛 从来没听过呀 阴侯乐乐 伸手一指赵普 不就是你师父 赵普一愣 公孙也惊认 赵普骚了骚头 那老头 嗯 不会吧 疯老头的徒弟收得真实 都不知道师门的 二僧 是师父你和师伯吗 嗯 后边那一溜 我就听过四圣 然后就直接跳到石高手了 其他的呢 都去哪了 嗯 各自命运各不同 最终都隐匿于江湖了 老鬼 你魔宫还留着几位的后人吧 嗯 病书生的师父是三天之一 九娘的师父是私圣里头的 另外还有七爵和八怪的徒弟 不过跟我们同一辈的那几个老鬼 真是不知去向了 大多是过世了 毕竟不是谁都乐意活那么久的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